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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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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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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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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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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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有卖 小饼干 这种是马来西亚的土产 土产方面 大概是整个马来西亚 到处的地方都有来卖这个东西 这是老板 看看老板 这边是皇后星期三的巴萨麻辣 已经包好了 也是卡唱普街之类的 这边都蛮不贴 好好的又包又包的 小帅哥在那边做包装了 看看我们这个小帅哥 这种是咸咸酸酸的腌制品 这个是Q头小时候吃的 这个是我们的腌芒果 这个也是芒果 还不不过 这种腌制的非常好吃 小时候了 现在不适合多吃了 那个瓦西南 酸梅 真的是太好吃了 你看这种 鲜的鱿鱼干 鲜的鱿鱼干 这个我看起来应该不像是冰鱿的那种 这种是甜的 不是酸的 但是我们看看它的那个汤汁 你看到就会想吃了 你看红红的 这个是你看到吗 它的那个料里面有那个鱼肉啊 我会马来西亚的特产啊 它是马来西亚的特产了 它是马来西亚的特产了 鱼肉啊 7片10块钱 有明天大的 价钱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阿姨自己做的啊 对 特产用豆腐 对啊 豆腐有两种 对啊 看得很漂亮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那个是熏豆腐这样子的啊 阿姨用豆腐 对对 用矮瓜 用辣椒 我是广西人哦 我们有样 你不要煮糖直接这样吃也是很好的 对了对了 可以煸的嘛 是啦 你煮黄豆腐丢下去 那好吃啊 荣亚煸棺材 这个我就不懂是什么东西 它说是纯手工制作 你看 这个是很多工啊 要切的 这个是 这个是 炒豆腐了哈 客家人的 他有炒那个菜心 一包包 一个大包 那个炒的那个豆腐 加点盐下去就非常好 里面的两面 那里面的两面 还有这个 这个是 那里面的两面 那里面的两面 这里是皇后的 星期三的 巴撒麻酪 你想吃了一场的话呢 来这边打包吧 你看 这个 不懂是哪里来 其实这个是 东海岸的地过来的 应该是克兰蛋啦,春哥路那种过来的东西啦 软香的哈,嗯,茶椒比较靠近危险 马来西亚东台岸那边的,我们这叫雷扣了哈 那种是 看过吗? 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叫做大狗明的了哈 那现在已经有不同的东西啦 啊,拍成这个 台湾小,台湾小 做生意的就是不同 啊,这个是大狗明 好甜啊 啊,花生的一块,花生加工拍拌 希望我们不加工拍拌 希望,采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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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来 你要什么呢? 太多利了 那,有大小,有大片 好,来 再来 那个啊,半个 多啊 好,,하죠 就要一块 今天等会 好,干嘛 很小的 一块 一块 是 一块 就是 很多 呢 牛油果 这个喝口有猪鼓粒的 还有几瓶十块钱 他就试一试的 我们这边的羊角豆啊,你看一公斤七块钱 那你要什么? 这个是丝瓜啦,这个我知道 不会看到,太多东西了,不会买的 我不懂 这个是五头的,是吗? 印尼的,印尼的 他说是印尼的 这一块 这一块 你过来,他要买一些洋葱 跟那个,这个 那个叫什么洞葱呀 小瓜,用那小瓜 一瓶 好 鸡皮 花生 糖和花生 喜欢吃的 看这芒果也太美了吧 还有红色黄色绿色的 看到多漂亮 我们所说的这边是水庸啊 漂亮啊 等下你过来买啦 放吃了 芒果季节吧 现在太多了 要买多一点 豆腐花 豆腐花有红糖 黑糖和白糖的 这个 这个要吗 她说这个是鱼饱马来糕啊 她说这个是鱼饱马来糕啊 要不要 而且少甜的哦 很好吃的 啊哈 你看啊 好的 阿姨说佳鸡三块钱一块 嗯嗯 嗯嗯 烧烤肉串啊 泰国一米小吃 看起来是 不错了哈 很好吃 嗯嗯嗯 来看看我们的 师傅 这种马来西亚的小吃啊 马来人炒的炒饭 嗯 现在我们叫做 金鸡面 金鸡米粉的哈 有炒米粉 哇 这一张这张 看看我们的 好玩哦 好玩哦 不要紧 就是看起翻到的 好玩哦 你还可以再炒 再炒的是吧 哦 没有讲究啊 嗯嗯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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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在台湾的旧食品 你有吃过这个吗? 这个是 来,看看这个福气蛋 这边太长了,这边 哎呀,好香啊 好香啊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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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酱油 那个是甜酱油 有点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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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看他们出汤出水了哈 分工合作的 饮谷肉菜鸡 看到吗?这个就是饮谷鸡了哈 其实坐在医保的时候是很很很出名的这个饮谷鸡 你看,用纸包住的,还有点点的盐在上面,看到吗? 时间了 来,把包也帮回家 香蕉啊,这种香蕉我们是在自己种的哈 在超市里就买不到这种香蕉了哈 这种香蕉很多是菜圆之家种啊 因为超市买的香蕉都是进口的 这个应该算是草药了,那我记得这个是艾草 九层茶 这个煮凉茶的我忘记什么东西了哈 这个是芭蕉叶吧 这个呢,就是文明的红田屋了 很多人在找的 煮水啊,放红汤煮水就是通血管的良药了 非常好的东西 其实我家也种到这个 你看,很熟练了哈 我们这位阿天啊,这位小哥 很熟练了哈 用干净就可以卖了 非常香,可是你们修不到 修到了 修到了 你看怎么好 好,顺便卖一些粽子的哈 西瓜 啊,芒果,漂亮的 非常喜欢 农猪果摆肉的 最近我看到这个新闻了哈 说很多地方都没有鸡蛋卖啊 但是我看到我们马来西亚鸡蛋还是 还是啊 可能是不比之前多了哈 还是还是有了哈 还有不同的鸡蛋 还有,这个是咸蛋嘛 那个是皮蛋 这个是老板 老板的身后的车里面 还是有鸡蛋的,看看吗 我们不是说台湾没有鸡蛋吗 台湾要从这个澳洲进口鸡蛋啊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人 太辛苦了哈 啊,这个是鸡蛋 啊,我看到这个 我记得了 这个应该是鸭蛋 这个哈 鸭蛋 普京蛋塔哈 想吃吗 想吃等下我打包 想吃 想吃我就打包 这个叫做日本汉堡 我现在也吃过了 这个是鸡蛋做的哈 日本汉堡 这个是鸡肉 鸡肉是年轻人吃的哈 哇,看起来 天天天淡起来了哈 希望不要下雨了哈 如果下雨的话呢 这边就 要赶着走了 来看看 这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 国名美食啦 文具体叫做沙嗲 这个叫沙嗲 这个叫沙嗲 国名美食 那看看我们这个 安科哈 这个抹鸡 抹鸡 这叫山沙嗲 而不是山人哈 这个抹鸡专门是包了哈 很多的 你会看吗 这个 嗯哼 沙嗲巴哈基亚里马克代 哦,里马克代就是附近我家了哈 沙嗲出 放好些 哦,我嗅到浓浓的那个 羊烧味 其实沙嗲吃羊肉是最好吃的 哦,我们来吃 那这也是沙嗲腹水啊 这个是蚂蚁啊 诶 我好像来过了嘛 刚才这边 它有树洞啊 有一些小鱼 这个应该是沙丁吧 我知道了 我说这应该是沙丁 这个是斐拉 它是一盘是十块钱 那这一当呢 在哈维达亚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很出名的 我们叫做勒芒 以前这个勒芒呢 我们是卖猪铜饭 这个是它的配料哈 我们是有羊肉的韧荡 或者是鸡肉的哈 但是主角其实不是这个 主角呢 是这个 勒芒 椰浆烧猪铜饭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哈 看看这个 这种已经是破开了的这个哈 它已经破开了这个 其实它还没有破开呢 是这个样子的 看 一桶一桶的 一桶一桶的 破开了 哈哈 用这把刀破的 这样我才习惯了哈 这是这边的老板哈 其实巴山马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百货市场哈 你看 这个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蒜头啦 洋葱头啦 听说这个红薯啦 我们叫这个红薯 是对健康非常好的哈 润肠非常好 它有不同的颜色的 那个应该是紫薯吧哈 看到吗 这个 哦 这个不是中国姜哈 比较漂亮的这个 文冬姜哈 这个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美食之一啊 炸虾饼哈 看看我们这一堆 啊 包住你的 我看不错了哈 是华人 看看 这个大姐呢 小虾 看看 漂亮的 熟熟的啊 很熟练的 加一些虾 小虾 小虾 很香的 那你再看看这是他们炸虾 虾饼 蒙火炸 这个炸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哦 虾饼 虾饼 哈哈 看看他的车里面还有那个 我们叫做波罗比了哈 马来西亚叫做manga 是世界上最大力的水果啊 你们吃过吗 没有哈 看看 这个也是马来西亚人非常流行的烧鸡哈 烧烧烤烤的东西呢 马来西亚人是 说起来啦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是最喜欢吃的了哈 看这个烧鸡 这个是我们这边文明的沙爹 这个是有酱汁的 还有夜市啊 mest卖 十块饭 十三个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了哈 当然在这个夜市哈 除了卖吃的什么东西都有了哈 看住马来西亚人多么幸福 要吃什么水果都有 这个是方式流可以吃果是5克的 听说对肠胃很好的 芒果 在国外住久了 回到来马来西亚就一直到来 马来西亚的芒果 猪奶茶 这个太凉了 看到吗 巧克力奶茶 黑糖珍珠 珍珠奶茶 草莓又搁 又搁了 好吃的 看看 这是在皇后的巴萨玛 通常这种东西是华人 华人做的比较多 刚才那个鸡的是马来人 香还是臭 拉萨这个是鱼 这个拉萨的酱 又酸又咸 非常非常香 其实我很喜欢吃这个拉萨的 看看 它除了拉萨还有这个红豆冰 千豆 千豆是这边的 这个就是拉萨了 它的成品 看到那个汤汁吗 汤汁是那个叫虾酱 有加的就会特别的香 或者是臭 咖喱猪肠粉 黑酱猪肠粉 这些是猪肠粉的配料了 我小时候吃的呢 都是 其实就这个红酱的了 我们 配料 这个都是配料 这个是现代的 比较好 还有铜器的 很多东西 巴萨马腊就是巴萨马腊 零零种种的什么就有了 这种 咖喱肚腿呢 我们小时候是非常喜欢的东西的 但是现在形式已经不同了 你看他们的包装也特别的现代化了 你看漂亮的 很多 不同的 非常的漂亮 挺好 啊 啊 面刀啊 什么吃的都有 这种应是回家自己放进微波炉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糯米鸡吧 先买回家蒸一蒸就可以了 或者放进微波炉也是可以的 立刻买都可以 立马其次